越来越激烈的立委选战带你来看高雄市第二选区俗称大岗山选区的立委角族站 国民党推出是年轻世代的副主席林毅氏 他虽然是国民党终身带 这次却是寻求五连霸 已是选战老鸟了 而对手是民进党的邱志伟 虽然当过高雄县市的这个民政局长 但却是第一次参选 可以说是选战新手 如何来打这场选战 我们来看今天的大选特派源 下班时刻露逐这家真知工厂 员工开始鱼罐涌出 好 谢谢 谢谢 50亿鸟 除了哪个 好 好 林毅氏拜票工厂的隔壁 太太彭爱佳 超过90度的鞠躬 是林毅氏最佳的助选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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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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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毅里面的太太拜托到砍弦 拜托 我大夫不错 拜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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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在路口拜票都是这样玩 然后才拜托 第几天人家就送我 路口就阿姨送我为鼓励了 她说我以为是想不了 谢谢 拜托 岗山路足湖内一千多家的工厂 加上这两家 林毅氏夫妇已经跑了六百多家 做一个民意代表是要变成 就是大家开始在哪里 不是 忍试的 还是香港相对的 都要来找他们做朋友 林毅氏目前文宣主打在地 这其实是凸显对手的空降 而这些工厂员工八成都是当地的居民 当然成了林毅氏强力诉求的对象 曾经担任高雄县市民政局长的邱志伟 在花妈陈菊立永下 今年四月被征召投入立委选战 高雄县特别大岗山八个区的各里各区的状况 我都非常熟悉非常了解 十一月下旬的前定夜市 仍感受得到海风的凉意 但是邱志伟憨如雨下 他要用热情融化在地对他的局限 只要人在这个地方 服务在这个地方 心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 所以再分什么外地 本地 我觉得他是狭隘的地狱观 五十七年次的林毅氏 是国民党栽培的接班人选 六十一年生的邱志伟 也是民进党内极力培植的新秀 两位候选人比理念比愿景 就看谁可以让选民擦出火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